在雪崩的过程中 无论每一片雪花大小都无法摆脱 对雪崩的责任无意能够逃脱罪责 正如大小S跟黄子角爆出的毒品丑闻 不只是他们两人受到影响 连带周围的人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 与此同时 过去的一些视频也被曝光 最引人关注的 是小S与黄老师之间的绯闻 他们的视频引发了一些争议 黄老师是小S的舞蹈教师 他们在一起的行为就像亲密的姐妹 尽管黄老师是男性 但他们的亲密行为已经让人们感觉越界 然而在被曝光的视频中 小S可以看到他手持保温杯 告诉黄老师 他在他的杯子里加入了一些镇定器 因为他之前的行为有些过于激动 他甚至用左手推着黄老师将他安在墙壁上 黄老师身为男性 看上去体质极其虚弱 双腿在抽搐 全身无礼 他用手指向小S手中的保温杯表情惊恐 当小S说他过于激动时 他显得非常慌乱 他的目光和手都紧紧盯着那个保温杯 显得嫉妒害怕 黄老师尽力想要摆脱小S的控制 但他身体无力 只能在地板上爬行 小S毫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抓住爬行的黄老师 试图将他拉回来 尽管黄老师精神恍惚 但他仍然能够看清楚口的方向 在被小S抓住后 他用胳膊抓住门框 试图逃出去 小S一边威胁黄老师一边说 你想去哪里 你给我回来 老师 你给我滚回来 你不管 你就去死吧 在此之前 许多网友认为 他们只是在开玩笑 但自从黄子脚爆料 小S逼他服用毒品后 这些画面显得十分诡异 黄老师 他是自认的吗 为什么保温杯里要加入镇定剂 如果他们的亲密互动 只是戏耍和表演 那么黄老师抽搐的双腿 看 温弱的行为显得过于真实了 我开始怀疑 小S在给黄老师 的保温杯中放入了微镜物质 在酒店房间里有矿泉水和杯子 然而 黄老师却选择使用自己的保温杯 自己带水 这是否是因为 他怀疑 有人会在水中添加其他物质呢 如果像网友所说 这真的是微镜物质 那么 黄老师身体的反应 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网友们甚至指出 视频中 黄老师一直在呼救 信息量越来越大 此外 大S每天看上去都很虚弱 还被张兰指控过吸毒 吸毒者会出现全身无力 反造不安 脚力等症状 还会显得极度惊恐 和不安定 这些都与黄老师的表现完全吻合 另外 小S表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 他警告黄老师 如果他不听话 就去死 这就是侵犯他人的自由 难怪以前女星李宇柔 得了晚期癌症 他严重警告自己的女儿 不要害小S家的孩子有身交 他发现 女儿从小S家过夜回来 身上满是伤痕 女儿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接说遇到小S家的事情 最好避开 在许多艺人接受采访时 也有人提醒小S 无论男女都应该保持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 任何感到不适的地方 都应该大声说出来 或者寻求他人的帮助 有些人可能需要一些教训 或许你隐藏得很好 或许你塑造的公众形象非常完美 但如果你不珍惜这一切 终有一天会出问题 虽然 但S对指控做出了回应 并为小S的派对做出了重亲 但这并不能解释小S的行为原因 由于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许多证据已经无法找到 但这如历经所说 当你做出这些事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知道 终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早晚真相总会揭示 事情必将出现反转